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The hunt for the puma bega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blackberries saw a large cat only 5 years away from her 不是动物园的专家觉得必须去调查了吗 于是这个调查就开始了 他说The hunt for the puma对于美洲市的搜寻 这个里面用了一个词叫hunt 这个本来是打猎的意思 派生意就是搜寻寻找某人某物 打猎不是到处找东西来打吗 用它 但注意后面的借词搭配用for 大家记住 无论是动词还是名词的 后面借词都是加for的 hunt for不一定是打猎 找任何东西都行 比如说I'm hunting for a job now 现在我现在没有工作 现在正在找工作呢 后面加for 对吧 但是把hunt变成名词 本分钟是名词了 后面借词是不影响的 对于什么的搜寻一样加for 比如说我明天开始找工作 叫做the hunt for a job will begin tomorrow 对工作的搜寻将于明天开始 大家注意这个hunt词性变了 但借词搭配不变 还是叫for 对于工作的搜寻 北周诗呢 在本文中呢 是对美洲诗的寻找 但是注意同样是这个the 这个地方不叫off 搞不好同学自己写 寫上the hunt of the people 的吗 但注意中文中这个白勺的 在英语中未必一定叫off 这个拿不准一定插车字典 咱们举几个常见例子 比如说美国的冬天 绝对不能说winter of America 这冬天不是美国的东西吗 the winter in America 在美国的冬天加in 再比如说这个停车场的入口 the entrance to the parking lot 这个地方不能加off 入口应该加这个几次to 再比如说这个事件的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词汇中建构叫witness 对吧 a witness to the accident 这个地方一样加to 不能加off 再比如说对爱情的渴望 a longing for love a longing for 表示感情的词汇们一般加for 不能加off for love longing是渴望的意思 再比如说这个大灾难的原因 the reason for the disaster 大灾难的原因不能加off 要么叫for 有的时候也可以用behind 但是不能加off 拿不准的话 一定问问老师或者查查字典 英语中有人说是借词的语言 因为借词最活了 好 再回到文章中 注意是对美洲式的搜寻 begin in a small village 开始一个小村庄 是什么村庄呢 后面加定语总句 where a woman picking blackberries so a lord can only 5 years away from her 在这村子里边呢 一个彩黑眉的女人看到 一只所谓的这个大猫啊 离她近有五马这么远 这个女人woman 在一个小村子里面 自然她是个村姑了 村姑怎么说 我们直接可以说 woman villager woman villager 咱们不是为了讲村姑 而是为了讲发音 你注意到这个woman是w这个发音 然后villager是字母v的发音 这两个口型是不一样的 那么像w一样的发音呢 是双唇碰撞包 wo wo 两个嘴唇碰到一块快速分开 wo wo 跟老师读一下 vill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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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块读一下 woman villager woman villager woman villager 这口型是不一样的 咱中国人呢 一般读不太分 为什么 中国人这个wo和v都混在一块 比如说电影已经看完了 我电影已经看完了 完了 咱们都会听到吧 中国人发音也是麻麻糊糊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哦 我们再来遍 woman villager 这是这个村姑 这村姑怎么样了呢 回到文章中 这村姑 彩黑眉的村姑 咱们说了 picking blackberries 是个非味动词 能后知令语 它也正在做嘛 而且那是主动的嘛 因为现在分词 怎么样 saw a large cat 看见一只所谓的大猫 加引号 那村姑说 我看见大猫呢 其实并不是猫 加引号 所谓的 怎么样呢 only 5 years away from her 离她仅仅有5码这么远 这很可怕了 这扑上来就会受伤了 一码是0.914米 就5米都不到 仅仅这么远 仅仅在本分钟用的only 那么仅仅还能怎么说 书后题考到这个题换了 除了only之外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just 可以用吧 可以用merely 也是仅仅 还有一个习语叫no more than 这个no more than的注意 no more than 一般不要翻译成不多余 如果是不多余 如果是不多余的话 咱们一般是用not more than no more than 一般翻译成只有 它后面跟一个精确的数量 强调数量至少 才这么一点 只有这么一点 本分钟是no more than 5 years away from her 只有 5码这么远 咱们做一道书 咱们做一道书后题 请大家拿开书 把书打开 第十七页 打开第十七页 咱们看第九题 十七页的第九题 看这句话 the woman saw a large cat 这个女人看到一只所谓的大猫 离她只有五码这么远 注意 这要符合原文的 原文中用的是only 咱们哪个词跟它一样呢 选C no more than 5 years away from her 为什么呢 A选项at least 是至少 跟文章不一样 那么B选项是四或五码 也不对 那么D选项 这五码之内都不对 只有五码 只有no more than 跟它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替换 咱们说题考到了 咱们顺便说一说 好 再回到文章中 这个美洲诗 不但没有进攻这个村库 反而被吓跑了 it immediately ran away when she saw it an expert confirmed that a human will not attack human being unless it is cornered 这个美洲诗 被村库看到之后 立刻就跑了 并且专家还证实说 如果呢 他除非被逼到绝境 否则的话 美洲诗一般是不会进攻人的 为什么说这么一句呢 在上一段不说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的吗 这就是一个发现美洲诗的证据 所谓的大猫 跟猫差不多 跟猫很类似 他不第一段说cat like 而且确实 一看到美洲诗 一被看到之后就跑了 专家证实说 正是美洲诗的 这个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 这是一个evidence 一个证据 注意这个证实说 证实说 我们大声度一下 因为在口语中跟人交流是 你发音错的话 老爷听不懂了就 C文轻度还是发con 后面 I要发er 不要说conform 那就错了 后面发er的音 大声听没 confirm 再来一遍 confirm 就要证实说 一开始有个传言 后来有人出来证实了 证实说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President 胡锦涛confirm that he would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next month 就胡锦涛总书记 就是我们的老书记了 他证实说 他下个月将访问美国 就一开始有传言 后来他出来证实 这是真的 证实说 叫confirm 咱们看当年一道阅读身体 这个行进词特别多 经常一块考 咱们看当年一道四级阅读身体 四级的一个单选体 应该说 就是ABCD里面选一个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句子通顺 这句话说 I don't know whether what she said is true but I'll try to submit it 我不知道呢 这个女人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那我要努力去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要证实吗 选哪个呢 只能选B选项 confirm 只有选B意思是通顺的 我得努力去证实一下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几个长得都特别像 A选项 咱们先读一下 co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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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表示 与什么什么符合相一致 与什么什么统一 与什么什么相一致 这个搭配一般是conform 后面加借词to 与什么什么统一相一致 conform to 但再读一下证实 confirm 你看 conform confirm 从发音就能听出 完全不同 然后 C选项confess 叫做什么 坦白呀 公认呢 或者可以表示 向牧师神父告罪 都可以用它 我们读一下 confess 在本文中不通顺嘛 B选项confine 这个词 我们未来到了第八课 会碰到这个词 这个可以表示 把某人关起来 或者限制局限的意思 都不通顺 只有选B confirm 叫正式说 这个可以顺便 同时记住 好 本文中就说 专家正式说 这个后面加宾语从据 说美洲诗啊 他不会禁锢人 unless 是条件状语从据 除非他被逼到绝境 it is cornered cornered 咱们生死中讲了 这是使某人陷入困境的意思 这是一个美洲诗的证据 后面说 the search proved difficult for the puma was often observed at one place in the morning and at another place twenty miles away in the evening 这个搜寻呢 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美洲诗跑得特别快 他经常在早起一个地方被看到 晚上在20英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 被找到了 行踪飘忽不定 他不好去定位 这个the search 就是我们第二段开头 那个名词hunt 就是搜寻 这里为了避免重复 换了一个词 但是被证明是困难的 有人说老师 既然是被证明是 这个prove不应用被动吗 为什么主动呢 这个又是一个知识点 这个被证明是什么五星级的核心表达 叫prove 注意 在这直接是个linking verb 直接是个联系动词 后面直接用形容词或名词做表语 这是细表结构 联系动词是不能被动的 它既可以prove直接加表语 也可以用prove to be to be 在这可以加上也可以去掉 直接翻译成被证明识就行了 后面加名词加形容词做表语都可以 可以 在本文中用的形容词 difficult 可以 我们看一些例子 Is injury proved to be fatal? 它的伤被证明是致命的 后来因为这个病死了 被证明是用一般过去的是主动 后面to be加上去掉都可以 这是后面用形容词做表语 名词也一样 看这个例子 The operation proved to be a success 这次手术被证明是成功的 这个后面to be to be可以加上也可以去掉 后面a success是名词做表语 当然这句话改成形容词呢 the operation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从意思是类似的 是一样的 注意在本文中发现成被证明识 但是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搭配 不是被证明识 是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 这个结构叫turn out to be 这个to be一般就不能去掉了 在后面还是加形容词和名词做表语 就原来是这样的 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根本预想的不大一样 原来是怎么样的 咱们看一看 在二十二页的第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二十二页的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看这句话 第三课里面 When the archaeologists reconstructed the fragments they were amazed to find that the goddess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modern looking woman 当这些考古学家 把这些碎片片重新拼起来之后 reconstruct 叫恢复原状 拼到一块 fragment 叫碎片 咱们第三个会讲 他们惊讶的发现 怎么样呢 这个女神呢 原来竟然是一个摩登女郎 got it 那个模样 穿着打扮 那个发型 那个鞋 往那一站 简直就lady gaga 这无法理解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况 跟预想的不一样 turn out to be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原来是 可以用它 这个到了第三课里面 还会具体详细讲解 好 本分钟再回来 这个搜寻备证明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 逗号for 跟第一段讲过的一样 还是引导原因状态从具 咱们说了for 做连此引导原因 得放在主具后面 而且后面在前面 要加逗号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美洲诗 经常在一个地方 被看到被发现 observe我们讲了 就是前面说过的 这个spot 还有see 都是一样的 被看到 在一个地方被看到 在晚上呢 在20英里之处 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 被看到了 它不好找 而且呢 你怎么知道 有美洲诗呢 它还是有更多的证据 下面继续 罗列第一段中 谈到那个evidence 有什么证据呢 Wherever it went it left behind it a trail of dead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 无论它走到哪里 在美洲诗身后 都留下一连串的 像什么什么 死鹿啊 还有像 这个兔子 这样的小动物 这证明美洲诗 到这个地方来过 这个 Wherever it went 这出现了一个 三册 第一口五星期的 另外一个重点知识 就是这个even词 后面加ev12 它的用法 当然加ev12很多了 像whenever wherever whoever whichever whatever 等等等等等等 还有像however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有一个特殊就是wherever 因为where呢 后面是意结尾了 不能加加ev12 只要v12就好了 它有两个含义 两个意思 在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它表示无论什么什么什么 在本文中是引导让步状欲从举 让步状欲从举 它如果引导的是让步状欲从举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no matter 再加这疑问词 把后面的ev12去掉 在前面加no matter 这两个都可以引导让步状欲从举 当然在第十二课会讲的更复杂的一些变化 咱们先把最基本的先记住 本文中是让步状欲从举 无论它走到哪里wherever it went 是不是可以换成no matter where it went 无论它走到哪都可以 这个no matter where在三册中还真有 你不信咱看一看二十九课里边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八行开始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八行开始 二十九课里边它说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you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not to laugh at say Charlie Chaplin's early films 无论你住在哪里 让步状欲从举 对吧 你都会觉得 要是觉得这个查理卓宾林 早期电影不可笑的话 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让步状欲从举 no matter where 就是wherever 一样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用法 咱们后面还会复习 那第二个用法呢 我们在第二个课中 就会碰到第二个用法了 它可以表示到底怎么怎么样 只用在疑问句中 这个时候加强疑问句的语气 到底是谁啊 到底是哪里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一个人呢 表示到底如何 注意用在疑问句中 咱们看个例子 比如说18页的第十行 在第二个中 18页的第十行 whatever are you doing up here bill and a speaker is surprised 牧师惊讶地问 说比尔 你到底在钟楼上面干嘛呢 你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问干什么 就what are you doing up here 就好了 那whatever呢 你说实话到底干嘛呢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在干什么 用它 再比如说咱看几个例子 我说你昨天去哪了 Where did you go yesterday 真不说实话 我说好好说 你到底去哪了 到底 Wherever did you go yesterday 你到底去哪了 这比where 语气要重一些 到底 再比如说我说 哎哟 我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你一面呢 这么一分别恐怕今生 就无缘再次相见了 到底什么时候 Whenever am I going to see you again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你一面呢 有多数老师 这个whenever你打错了吧 为什么两次分开了呢 哎可以分开 在表示到底这个含义的时候 在疑问句中 我们既可以跟疑问词 连在一块构成一个词 也可以分开 把它单独分开也行 甚至有时候分开的更多 他们中间 ever跟疑问词中间 能插入别的词也行 但注意都是加强语气 叫到底 你看我们看一到当年的 听力真题 这个托福听力真题 咱们练练就一个句子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16 When will you ever learn 就这么一句话 我们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16 When will you ever learn 好 同学们看一看 应该ABCD选哪一个 好了 我们看正确答案应该是C选项 你选对了吗 A选项是 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来学习 来学会 好像不对 B选项是 你是不是会继续学习呢 好像也不对 C选项说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为什么你老师犯同样的错误呢 这个对了 因为原文中说的是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会 怎么总错呢 B想象说 It will be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you 这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历 更不对了 选C 为什么选C 把原文中 把原文咱们再看一遍 Question number 16 When will you ever learn 注意这个learn不是学习 而是学会了明白了掌握了理解了 Ever加强语气怎么反应呢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会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 我教你多少遍了 你怎么总是犯相当的错误呢 答案出来了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为什么老师犯相当错误 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会呀 怎么总错呢 这个Ever秘密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知识我们到了第二课 会有进一步的更深入讲解 这是本文中wherever这个用法 本文中说无论他走到哪里 然后呢他身后都留下一连串的这个东西 这个behind in 在这里又是个语序的变化 咱们看到 这个逗号后面呢是主句 主句里面left 他遗留下 left后面的冰语呢 应该是 a chill of dead deer and small animals like rabbits 这个冰语太长了 如果把这个冰语整个在left后面 在句末加上behind in 又会出现头重脚轻现象 怎么办呢 咱们把语序颠倒了 先说的地点状语behind it 后面再说冰语 这告诉我们 在以后写作文的时候 在极乎动词或者借词后面 咱们不着急死去白裂的 马上会得写那个冰语 记住哦 用尺量量看 冰语跟状语哪个短哪个长 短的放前面 长的放后面 你看 在极乎动词后面先说状语后说冰语 就是为了趋势平衡 好 这种例子后面会大量出现 本文中又出现了一连串的死路 还有像兔子 像小动物 chill 表示一连串的 这个chill本来表示小路 小径 一条小路 这一连串 一路上都有这个东西 一连串的 这个东西留在身后 这个句型特别实用 咱们用它可以描述某一个人 咱们生活中描述美洲诗的 比较罕见 指人可常见了 用什么句型呢 Wherever he went he left a chill of that behind him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身后都留下一连串的某个东西 描述某个人的特征 当然这个一连串的东西如果不是很长的话 咱们就可以正常语气了 不一定非得先说behind him 比如说我描述一个 无赖 到哪都不花钱 那吃霸王餐 坐霸王车 吃完饭不给钱 坐完车不买票 那么可以这样来描述它 Wherever he went he left a chill of unpaid bills behind him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未付的账单 这纯粹是个无赖 到哪都不给钱 这个用这个句型描述它非常形象的 描述这个人 咱们比如再换一个 咱们描述一个 花花公子 一个playboy 花花公子到处留情 这么一个人 那么我们说 无论他走到哪里 身后都留下一连串的什么东西呢 有同学说babies 这个太快了 这没有这么快 没这么快 留下一连串 broken hearts 这个对 我说 Wherever he went he left a chill of broken hearts behind him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身后留下一连串的破碎的心 其实就是伤心人 就好了 伤了很多女孩子的心了 这个heart 在这不是心 其实比较人了 你看征魂者 叫longly hearts 寂寞的心 就是寂寞的人吧 可以这么说 这句型顺便 可以记住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句子里面来 后面说 留下一连串的死路 还有像兔子这样的小动物 小动物叫small animals 后面那个like rabbits 是借次短语 当后置短语修饰小动物 像兔子这样的 这个like 不可能发现是喜欢 因为喜欢是动词 这里是借次短语后置短语 如果是动词 语法就错了 好 下一句话说 下面继续这个陈述 发现美洲市的证据 还是照应第一段里面的evidence 那么还有什么证据呢 Paul prince were seen in a number of places and people were found clinging to bushes 说是人们在很多地方 发现了美洲市的爪痕 这个Paul就是爪子 什么狗啊 动物 这个老虎啊 狮子 这个爪子叫Paul 这个print在这儿 表示痕迹 印痕的意思 你的足迹叫footprint 指纹叫fingerprint 就是爪子印的意思 但是你注意到了吗 在音乐中用的是被动 美洲市的爪痕 在一些地方被看到了 但在中文翻译成 人们在很多地方 发现了美洲市的爪痕 为什么呢 中国人喜欢人称主语 而中国人不喜欢被动语态 中国人喜欢主动 符合中文特征 翻译成人们在很多地方 发现了爪痕 但英语中 为什么没用people做主意呢 用people做主意的话 这句话一个是啰嗦 因为发现爪痕的是人 你说一个苍蝇发现爪痕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肯定是人了 这人在说是废话了 另外在本文中 people不是重点 爪痕才是重要的内容 人并不是重要的 句首和句末 是一个句子中最关键的两个地方 你把people放在句首 这句话重心就偏移了 所以爪痕放在句首 一方面 人主语不用说了 句子简洁二来 重点突出 主词分明 这是一个闪光句 一个很精彩的句子 类似的咱们多看 句子加深理解 请看这句话 人们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 越来越关注了 这是新闻中的一句话 那么我们大家可能第一个倾向 就用people做主意了 能不能说吗 大家可能会这么说 people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laid-off workers Laid-off叫下岗的 咱们在后面会碰到这个词下岗的 到第二课就有 但是你这句话呢 对 但是却不好 为什么呢 在本文中的人们好像并不是重点 你把它放到了这个巨手 好像重心有点偏移了 咱们再回顾这句话 人们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 越来越关注了 我问大家 这里面新闻重点在哪里 你看我再读一遍 人们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 越来越关注了 现在哪里呢 人们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 越来越关注了 重点是不是越来越关注 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以前也知道 但现在越来越关注了 但是我们看看在这个 这个中国日报上 这句话是怎么写的 他把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注意了 精彩啊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laid-out workers 越来越多的关注被给予了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 重点突出 这个找痕在一些地方被这个看到 并且呢 还有美洲式的皮毛被发现 沾到了灌木丛上 这个皮毛用的是fur这个词 这个fur我们知道是表示连毛带皮放在一块 如果在商场买东西呢 直接可以翻译是球皮就行了 有毛还有皮 我们读一下这词 fur 我们说a fur coat 就是我们说球皮大衣就行了 那么鸟的身上呢 叫feather叫羽毛 我们有这么一个固定搭配 叫fur and feather 这是什么意思呢 注意 这个不能翻译成皮草行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常数的飞禽走兽 就birds and beasts 飞禽走兽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没有用birds and beasts呢 用fur and feather 是一个语言游戏 同时用了一个小小小的修辞 这个用的是借贷的修辞方法 就是metonomy借贷 为什么呢 fur是动物的特征 feather是鸟的特征 用特征来指代拥有特征的人或事物 这是借贷的修辞 并不是贷款 那个贷 代替的贷 这个我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咱们自己推断一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看这里 fin fur and feather 这是什么意思 fur 动物的特征 fetter 鸟的特征 fin 谁知道fin是什么意思 这fin是表示鱼鳍的意思 就鱼的翅膀 鱼鳍 这是鱼的特征 所以这个搭配 表示all kinds of animals 各种各样的动物 这形成固定搭配了 为什么呢 它本身用了借贷的修辞 而且大家发现里面还用了音韵修辞法 为什么呢 它还是all iteration 叫手韵 也叫头韵 这个到新开店四册怎么会说 什么叫手韵和头韵呢 就是两个单词开始的发音是一样的 你发现了吗 fur and feather 再看这里 fin fur and feather 都是f 都是f开头 开头发音一样 音韵和谐为人民群中喜闻乐见 形成固定搭配了 咱们再看一个例子 所以英语不光是语言 它也是个艺术 the crown should not yield to the cross crown 就国王的帽帽 就王冠的意思了 cross呢 十字架的意思 国王的帽子 不应该屈服于十字架 什么意思呢 王权不应屈服于神权 王冠是王权的标志 十字架是神权的象征 这是从借贷的修辞了 而且大家发现 crown cross 又是一个首语 因为两个单词都是 开头的 确实非常非常精彩 这种借贷的修辞 其实在中文中 也是屡见不鲜的 大家很随便的 举出很多很多例子来 这是我们诸葛亮 在初识表中说过 成本不一 公公于南洋 狗拳性命于乱世 不求文达于诸侯 成本不一 不一本来是老百姓的特征 派声音的表示 我当年是个山野村夫 耕种出跑 以粗鲁人员 是一个平头老百姓 什么来说 再比如说 金国不让须眉 大家中学可能讲过 金国 古代女子的头巾 女人的标志 须眉 男人的象征 说女人一点不比男人差 再比如说 温婷云 在《易江南中》 这么个片段 过境千帆 皆不适 斜回默默 水悠悠 长断白平洲 你看过境千帆 这个帆 难道真是一千个船帆过去了吗 不对 帆是船的特征 一千艘船过去了 孤帆圆影 避空境 孤帆是一艘船 这用的是旗带 这种修辞呢 到了次侧里面 会有更多的讲解 次侧是个修辞的宝库